上一秒面目可憎 下一秒和蔼可亲 在家暴力变态 出门文质彬彬 前一阵子上映的电影 我经过风暴 这里面的这位丈夫陈军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两面派 作为一部反家暴题材的电影 海报上还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说如有雷同 不是巧合 是的 这部电影取材自上百件真实的案例 原来恐怖的家庭暴力 并不是婚姻里的特殊现象 它只是更加的隐秘而已 这一部由佟丽娅主演的电影 讲述了事业有成的徐敏 婚后陷入了丈夫 以爱为名的家暴当中 自卑阴暗的丈夫 利用徐敏 身为精英女性恐弱的心理 不敢向别人承认 自己是婚姻的失败者 从而不断地对她进行深信的打压 甚至婚内强暴 甚至徐敏发现自己的孩子 画出恐怖的画 还可能变成跟爸爸一样 有暴力倾向的人 这个时候 她才做出了一个绝杀的反击 你好 我是清音 是一名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一名心理类的畅销书作家 今天这集节目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关于家暴的话题 电影一开场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商务饭局 女主角是一位职场女性 在合影的时候 男客户的手搂住她的肩膀 不停地往下滑 女主角竭力地避开 令人恶心又常见的 这个开游的手段 女主角强撑着应酬丸 一脸疲惫地回到家 丈夫拿起手机质问她 屏幕上刚才合影这男人是谁 男主的控制欲 此时已经彰显 随着一连串的质问 观众才知道 那张照片根本就不是女主角发的 而是饭局上的同事发的 女主角看到之后 立刻让同事删掉 但是男主角还是第一时间截图流程了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舒服的电影的开场 这只是拉开了这趟恐怖之旅的序幕 看似温暖的家 却是疏而不漏的地狱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 家暴不就是出手打人吗 事实上家庭暴力可不止一种形式 旷日持久的精神折磨 经济上的制约 甚至是婚内的性折磨 都属于家庭暴力 全国互联数据调查统计啊 在中国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遇家暴 而受害人平均要在遭受35次家暴之后 才会选择报警 家暴跟出轨一样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 被施暴的一方如果选择了隐忍 结果呢 大多是和女主角徐敏一样 换来的不会是浪子回头 而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施暴力 家庭暴力啊 最常见的有四种形式 首先是身体暴力 就是用拳头或者是其他的工具去殴打 威胁或者是实际使用可以伤害对方的工具 面对情绪失控的恶魔 第一时间我们就应该选择远离 立刻选择报警 联系家人或者朋友来营救自己 有一种犯罪叫激情犯罪 一旦发现对方情绪失控 千万不要再激怒他 应该在对方情绪稳定之后 再寻找出路 其次呢是情绪暴力 在家庭当中故意的侮辱你 贬低你 POA你 扬言要杀了你 杀了你的家人 虐待你的宠物 甚至虐待孩子 或者要损坏一切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在家里摔打砸 或者呢 经常夸大后果恐吓你 让你心甘情愿 受她的情绪的控制 这样的例子 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 有一些女孩子谈了恋爱之后啊 她身边的一切的闺蜜 都会被她的男朋友说成 不是爱慕虚荣 就是心眼贼多 总之只能相信男朋友一个人 或者呢 结婚之后 你必须心甘情愿的切断 跟原生家庭过多的联系 你要直安心于自己的小家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社会关系网 有的时候虽然有点让我们心累 但是关键时刻 也是你的保护网 所以啊 姑娘们 千万不要谈恋爱之后 你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 你们两个人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视角 多元化的来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 我希望你的人际关系是网 而不是单一的点对点的关系 那 在任何的关系当中 我们都应该学会保持内心的坚定 不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 一旦发现 对方在控制你 在打压你 一定要警惕 并且远离 还有一种很难以启齿的 就是关系中的性暴力 在这个电影当中 这位丈夫 在跟徐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 将她摁倒在床上 这是她内心变态的征服欲 给出的理由呢 却堂而皇之 再生个孩子你就老实了 女主角躺在床上 那双含泪的双眼 和遭受了强奸 没有两样 只是施暴者 是她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个当年海誓山盟 必须要嫁的男人 想当然的认为 法定的伴侣嘛 所以就可以强迫对方 在她不愿意的时候 发生性关系 强迫对方 做任何她不愿意的性行为 或者是在性行为时 使用未被告知的 越界的肢体暴力 请记住 这些都属于家庭暴力 这不属于情趣 性暴力是很难举证的 甚至有些人会说 哎呀 夫妻嘛 床头打架 床尾合咯 甚至认为 这是修复夫妻感情的 一种方式 这真是不可理喻 还有一种是 在经济上制约你 我们都知道 姐圈顶流 演员刘敏涛啊 曾经就说过 她因为一根冰激凌 选择离婚 在一次演讲当中 她做了这样的分享 她说 当年富商丈夫 追求我的时候 跟我承诺 说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直到几年后 跟前夫去旅游 路过一家冰激凌店 当时 她非常想吃一个抹茶的冰激凌 前夫却不耐烦地回应说 多大人了 还好意思吃冰激凌 因为当时自己身无分文 是个家庭主妇 只能作罢了 回到家后 她对着镜子中 人老珠黄的自己 把在婚姻里所有的委屈 压抑 难过 都哭了出来 之后 她选择了离婚 付出 拍片 站在演讲台上 很萨地说 我终于可以随便吃 我想吃的冰激凌了 经济上的制约 在婚姻中 有很多的表现 比如说 不让你出去工作 不让你出去赚钱 弃断你的收入来源 在违背你意愿的情况下 拿走你的钱 拿走你的工资卡 或者阻止干涉 或者破坏你 做你喜欢做的工作 或者事业 或者呢 不让你给你的家人 花一分钱 请记住 这些都属于 恶意的经济制约 其实啊 我们说什么样的人 都有可能会面临 家庭暴力的不幸 这部电影的导演 秦海燕 曾经有一个创作坛 说到 他在剧本创作的时候 调研到的三个真实的案例 一位是 一线城市白领 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的创造者 他所有的银行卡 却被他丈夫所控制 如果超支了 就要被打 于是这位导演说 家庭暴力的本质 是一种控制 当时我还质疑 这个女白领 她不知道反抗脱离控制吗 后来我了解到 被家暴的妇女 普遍有一种心理问题 叫做习得心无助 她们会摇摆 会顾虑 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感 另外一位呢 是二线城市的一位医生 被家暴了很多年 迫于社会文化 家庭伦理的压力 家丑不可外扬嘛 直到她别无选择 在尸检中 她被打断的鼻梁 才作为证据 发出了生命最后的呐喊 导演说 调研中我了解到 城市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当中 有更多的沉默者 甚至 她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原来是一个弱者 而来自社会文化的压力 伦理的智库 更是将她们 推向了绝望的边缘 第三位 是一位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女性 老公每次施暴之后 都会跪地求饶 她为了儿子选择原谅 直到老公再次施暴的时候 把她的儿子叫过来 让儿子亲眼看着 女人是怎么臣服于她 我们说心理学研究发现 家庭暴力是有代际遗传性的 直到儿子也学会了 掐住她的脖子 她才意识到 她以为不离婚是为了孩子好 其实对孩子造成了 最深的影响和伤害 正是这样数以百计的真实案例 给了导演和主创们勇气 所以拍出了这样一部 反家暴题材的电影 电影中的男主角陈军 是一名医生 每次家暴妻子徐敏的时候 都会狠毒又谨慎地用毛巾裹住拳头 从来不留下任何证据 心存幻想的徐敏一开始还为丈夫找各种借口开脱 维护她的颜面 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结果换来的是一顿又一顿的毒打 周遭的人对陈军好好先生的身份深信不疑 不能理解 徐敏一次又一次轮回在丈夫的暴力和求和当中 他在一名母亲妻子完美道德的智库之下 痛苦万分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儿子竟然效仿爸爸的样子 企图用暴力对待别人 在他的极度的愤怒和绝望之下 他搬出了鱼缸里的大石头选择杀死丈夫 结局虽然非常的惨烈 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有着社会担当的电影 同样作为一名女性 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影视剧的工作者 让我们直面生活中的这些不堪 不了解不代表不存在 我们既要有鉴别人渣的眼光 也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更需要有面对暴力 说不的智谋和勇气 当风暴来临的时候 人人都是平等的 因为无处可退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当你努力穿越风暴 你也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你 那么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我们说一点法律常识 在家庭暴力当中 我们如何有效的取证 如果说真的深陷泥潭 你该如何保护好自己呢 第一 可以保留医疗记录 比如说医生的诊断书 X光片 CT的扫描结果 或者是其他任何可以证明 受害者受伤的医疗文件 第二呢 保留文字或者电子通信记录 如果施暴者通过文字 或者电子的方式威胁或者辱骂了你 这些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 比如说你的微信 短信 电子邮件 社交媒体信息 或者是LINE等等 所有其他的任何通信的方式 第三 保留物理证据 比如说 世报者 打碎的那个家具 砸烂的那个手机 破坏的那个电视 都可以作为证据 第四 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受害者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 社工或者家庭暴力热线的帮助 第五 亲友的证词 如果说 你的亲朋好友 目睹了你被遭受暴力的行为 或者是 你在遭受暴力之后 向他们寻求帮助 打过电话 或者发微信求助过 这些证词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第六 你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如果说呢 你已经获得了 针对施暴者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那么 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打110就可以 以上的证据 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收集 在法庭使用的时候 要遵守法律的规定 因为家暴起诉离婚 是否需要冷静期呢 根据民法典规定 离婚是需要经过冷静期的 这是为了保护婚姻关系 防止冲动离婚 但是对于家庭暴力 法律有着特殊的规定 民法典规定啊 如果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家暴 或者虐待共同生活的子女 受害方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出离婚的诉讼 不需要经过冷静期 所以啊 亲爱的 如果命运真的不幸 需要我们直面恶魔 我们必须要有 穿越风暴的勇气 而知法懂法 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好了 今天的清音心理教室就到这里 希望这些话题可以帮助到你 我是清音 是一名家庭心理咨询师 以及节目主持人 两个专业领域跨界的心理学工作者 我还是一名心理类的畅销书作家 我会在我的频道 持续为你更新一些心理学的话题 帮助高敏感的你 获得自洽的幸福生活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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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